欧美夜旦节前夕迎来坏消息 英国针对非洲国家祭出禁航令 包括南非纳米比亚赖索托 辛巴威波扎纳和我国友邦史瓦蒂尼 因为新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根据世卫组织资料 全民B11529的新病毒和新冠病毒原型相比 出现超过50个变异点 其中多达30个变异出现在病毒的基蛋白上 也就是病毒入侵人体的部位 恐怕比魔王猪Delta的传播力还要强 更可能降低现行疫苗的效力 目前南非和波扎纳已经出现确诊者 临近我国的香港也沦陷 这恐怕是新冠病毒最强变异株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26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因为如今欧美国家已经无法附和 新病毒冲击 医院重症病房几乎没有空床 街头一片空荡荡 继奥地利后斯洛伐克也祭出封城令 为期两周 捷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0天 总统再度确诊入院治疗 入冬后新一波疫情火速升温 还要面对新病毒 新冠肺炎威胁恐怕无法随着疫苗问世而掉以轻心 三里新闻缓宣布道